12月9号 苏格兰最后一个燃煤站的烟囱被爆破拆毁 发电站全面拆除完毕 燃煤发电正式走入历史 一根183公尺高的烟囱矗立在苏格兰法夫福斯湾的岸边 接着炸弹引爆 下方喷出多股烟雾 烟囱轰然倒塌 巨大声音瞬间消失在尘土之中 12月9日 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按下按钮 引爆700公斤炸药 拆毁了苏格兰最后一个燃煤发电站朗干尼特的烟囱 燃煤站全面拆除完毕 矗立了50多年的烟囱 也走入历史 该发电站于1970年开始发电 曾是欧洲最大的燃煤发电站 在2016年被关闭